那么今天老师要跟你们讲这个关系到这个空格的哦 那么你看到这个加它不一定是加法来的 所以我们在做这些CT的时候 要记得这些空格呢 它是独立人士 它是没有朋友的 所以它就是自己一个人在等于的隔壁 所以呢 你要记得它的符号最好是加哦 如果减的话是另外讲的 所以我现在今天我们先讲加了先哦 所以这个呢 记得它自己是独立人士 它的旁边的朋友会远离它的 就是这一个哦 它会过去对面 等于的对面哦 所以你记得这个是一个桥梁这样哦 那么还要过对面 所以这边呢 这东西我照写回的 然后这个呢 我要搬去对面 它的符号也换哦 其实这边前面其实是加的 但是它去了对面呢 就是编减哦 所以这边我直接会编减 所以这个呢 就是好像普通的做法减法这样哦 所以这个等下 我这个写回 等下这个会得到答案了 所以我现在先做一个 呃 直视哦 所以直视我先做在这边 3.818 减掉2.45 记得小数点是要对齐哦 这边写到一个0 所以减法 OK 记得不够解决的结尾哦 所以是1减掉5得到6 7减4得到3 然后3减2得到1 OK 所以这个答案呢 就是很直接的 1.368 所以1.368 OK 就是这样子 也记得这个是独立人士哦 他自己单独一个人的 所以最后我会得到答案 如果你要检查其实可以这样哦 你看这个1.368 是吗 如果这边答案是 1.368 你看他的大概的答案啊 2加1是接近3 所以这个答案多数是对的哦 不过你还是要检查 所以这个 就是空格的做法 那么今天老师就讲到这里